我觉得这个讯息 我觉得台湾真的要 不要大喜过望 因为这个 大家要细心了解 这三个人的一些背景 跟以前所说过的话 这个很重要 待会我回说一下 但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框架 要了解是说 这个是一套组合权 美国现在拜登政府正在打的 三位那个以前的官员 就是以前的元老 来访问台湾是一批 另外也派了那个John Kerry 就凯瑞 就成为那个美国的气候大使 去访问中国 肯定不是只有谈气候吧 大家不要这么的 就这么的夯子的 来相信这个事情 一定是讲全面的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是 他的两手牌同时来打 这个底板里面同时打 那我们在录播那个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今天下午的2点40分 这三位就是Chris Dort 陶德 Richard Armitage 叫阿米塔吉 还有那个James Steinberg 就是斯坦伯格 都会来到台湾来 访问到16号为止 应该是三天两夜 那这个访问基本上是跟 政府的高层来谈 不会跟跨党派的人来谈 那这个谈是非官方的高层的代表 它并不是一个官方的关系 因为这三个人兄都是前什么什么任职位 比方说陶德是前参议员 也是拜登的好朋友 有称称是最好的朋友 另外是两个就是前副国务卿 Richard Armitage跟James Steinberg 那我觉得说这三个人 基本上是前官员 所以是非官方代表 大家注意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的话 会不会有层级的提升 刚刚我讲到那个美台交往最新准则 定了下定了下来吗 会不会说运用这个准则来做事 其实没有的 它还是维持一个非常低度的状态 连当时那个蓬佩奥在任期后期 派遣那个Cady Craft 那个是美国当时现任的驻联合国大使 那个层级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完全非官方的代表 没有活用到新增的美台交往准则 用新的规定来去做新的事 没有 都是老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低层级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大喜过望 第二个地方是 美国官方声称是对台湾 对民主的承诺 庆祝那个台湾关系法42周年 所以这个东西是 美国还是强调 它与盟友 印太盟友站在一起 要促进繁荣安全价值 加强跟台湾的联系 希望美国的一中政策 能够推展下去 加深跟台湾共同利益的交流 这些东西都是老掉牙的东西 那我就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究竟这三个人背景是怎么样 大家很关心 我从James Steinberg开始谈起 他一直以来 他应该是欧巴马时期第一任 第一个四年的复国庆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 不要围堵中国 不要压制中国 而且他说 中国人是因为想脱离毛泽东时期的灾难 中国人有这个意思 而且那个现在中国的领导人 当时是胡锦涛跟习近平 都是响应了百姓这种呼声 觉得中共政府在尊重民意 才去推动他一切的政策的 那而且他也说 中国也应该要不要反对 中国成为重要的大国 这个就是整个欧巴马时期 民主党政府时期 整个绥靖的外交的一个核心 所以这一位James Steinberg 肯定是非常大 你说这已经夸张吗 不是 Richard Armitage更夸张 他04年 2004年 在小布希的时期 讲过什么样的话 他说美中关系 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 他说的地雷 就是不是零和博弈 大家可以交往 Engage 而有一个地雷 地雷是什么 是台湾 他说他只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没有义务来协防台湾 决定开战的权利 不在总统而在国会 这一套的说法 已经第一个 后面那句话是偏离事实 交战权当然是总统 三军统帅 后面需要国会的追认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发动战争的权利 不是在国会 而是在总统 第二个东西是 你说地雷在台湾 各位 04年到现在 20年不到 可不可以说换一个人 就换了 换了屁股 就换了脑袋呢 会不会说换了一个人 换了时事 就有不一样的想法 可能你会这样子理解吧 但我讲到第三个人 Chris Dort 陶德的时候 我不用讲他的证件 他是拜登的最好的朋友 这一点 就知道说 就是物以类聚嘛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他是整个当时 次案金融危机的 其中一个要负责的人来的 后面他当然提出一个法案 叫 Dort Frank Act 这个很有名的 去处理次案危机的事情 但这个地方 真的没有办法去立即有效的解决 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当时做一个参议员 他的能力是相当有限 后来他退了下来 就做了什么东西 做了那个美国电影协会的会长 也是当了那个首席执行官 就是CEO 他当CEO的时候就说 美国电影要大力输往海外 包括中国 他说美国电影市场 四分之三都在海外 你看到后面拍的一大堆 好莱坞系列的东西 其实他都完全知情 他都没有call a stop 你就知道说 这三位人 人羞都是拥抱熊猫 拥抱熊猫牌 就是Panda Huggers 那这些人到现在 有没有完全的醒悟 完全改变过来 当然我们会允许 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 但似乎 这些人来台湾的表达的立场 是告诉你说 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还是按照 Amitage这样的说法的话 不得了啊 那你这样的话 你是介入中国内部 两个区域之间的内战 这个美国怎么出师有名呢 所以我觉得说 美国如果一中政策 没有真正的改变 或者有微调多一点的话 可能说美国真的出师无名 这个地方会陷入这样的情况 那我希望说 这个地方要了解是 台湾官员跟很多的一些政界人物 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要了解他们的过去 这个过去不容否认 但是要跟他们交往 也不用像我上府这样子 就讲这么多的真话 可以笑脸云云地欢迎他们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欢迎他们是一回事 暗流是非常的汹涌 并不是你表面上看到 中共非常的被美国吃够够 吃够够 然后那个台湾呢 就被夸拉拉地这样占 但是你不要忘记 那个暗 暗里面的波涛是非常汹涌的 那你看到说 就算德国跟日本有二加二会议 澳洲的那个前国防部长派恩 有很多挺台的讲话 那个预告会有战争的讲话 但台湾的利益还是需要 先有台湾的国防利益来去守护 只有我们自救 我们自己实力强 其他国家才有机会帮你 没有国家有义务来帮台湾 千万不要大喜国望 这个是很重要的